白起头一次遇见比自己还狠的人 毕竟战场上杀人太正常了 根本就不需要在朝堂上讨论 除非是杀俘虏和乡民 虽然白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但他还是坚持让范遂把话说清楚 免得日后甩锅 可范遂却开始转移话题 说什么理论得跟实践相结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啥的 就是不肯正面回答 因为只有最大限度的歼灭有生力量 才能彻底削弱他国国里 秦王让白起别生气 这只是建议不还没定呢 再说丞相也就是强调一下兵不厌诈 打仗得不择手段嘛 但白起却不接受这个答案 只一句不择手段 让将士们怎么理解又怎么执行呢 以后再遇到降兵降民是杀还是不杀呢 难道每次都要请示上级吗 你想说什么 降兵降民不能杀 杀降杀民不仅关乎人道 还关乎王者王道 如果改成功成略地杀降杀民 白起真不敢想 我秦军将变成何等世子 我秦国将变成何等模样 秦王无法反驳 只好把话题搁置 让范遂宝下说 范遂立刻提出远交进攻的战略 先跟远处的国家结盟 再趁机狠揍邻国 这样一来 不管打下多少地盘 都能立刻纳入秦国版图 彻底解决非地的困扰 这个计策可说到秦王心坎里了 他立刻下令出兵发函 白起 我秦国之战神 此战 还需你领兵出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